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行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就想跟大家讲讲关于国内的话题 最近过去那几天 内地媒体以及一众的社交媒体 都在转发一则消息的就是 有关于海森威的 出海口的港口 就说成功打通了 能够给到吉林省一个出海口的港口 海森威的港口 更加会成为中国内贸的中转口岸 今次就想讲讲关于海森威这个话题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三个频道 网上编辑部 精安煲和浪冷气 这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过去这几天有不少的媒体 有些就说 虎等163年 海森威城内贸中转口岸 又说是 号外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 签订协议 海森威货物 中转开放 很多标题 都是颇为 令人振奋的 说到 好像中国成功夺回海森威一样 事实上海森威在163年前 就已经丢失了 而后来更加 被改名为 叫做 弗拉迪 浩斯托克 弗拉迪 浩斯托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征服东方 那意思 一直以来 在中国的 地图 又或者其他的 教科书上 都是一直有 保留着 海森威 这个城市名 刻在地图上 我相信目的就是希望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地方 其实 过往来说 是清朝的 发祥地 也是 曾经是中国人的土地 很不幸 由于 过往清朝的 职若 就丢失了 这个 这么重要的地方 治以西疫 这个地方 已经被俄罗斯 统治了很久 去到今时今日 就传出 海森威的港口 回归中国 我在这里 老实地和大家说 这些 我认为 都是 标题党 在过去 这个礼拜 很多关于 海森威的消息 说得非常振奋 但今次 我想和大家 说一说 实际情况 是怎样的 为什么 会出现 那么多 类似的消息 突然在过去这几天 各大的社交媒体 说得 好像海森威 回归中国 其实就是 来自 中国海关 总署 公告的 则消息 消息就是 同意在原有 吉林省 内贸货 跨境 运输业务 范围的基础上 增加 俄罗斯 弗拉迪 抑斯托克港 为内贸货 跨境 运输中转口岸 增加浙江省 舟山 永洲 集 装商码头 和家庆 乍港 两个港口为 内贸 货 跨境 运输入境口岸 简单来说 中国可以使用海森威作为国内贸易货运中转站 金林省可以将自己的国内贸易货物 运到海森威 再从海森威出海 然后再运回浙江 舟山等等 科贵码头 甚至是浙江 家庆港 两个港口 从这个 路线来说 比起 陆路 便宜很多 而且运的量 也可以 更加的大 自从 海森威 成为 俄罗斯的领土之后 金林省 变成一个 内陆省份 一直以来 缺乏一个 出海口的港口 现在就可以 继续借助港口 将货物 从海森威这个港口 输出到 中国其他省份的港口 但是 当这一集消息公布了之后 很多人描绘成 海森威好像要回归中国 这个 完完全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实际的情况是 海森威作为中国国内贸易货运中转站 其实 自1996年 就已经 有开始 相关的研究 而且在2007年 就已经开始实行 而根据海关总署的公告 早在2007年的时候 黑龙江省的内贸货物 就可以从 衰芬河出境 经过海森威 东方港 纳霍德卡港 三个港口中转 再从上海 宁波 宁波 王报等等的港口入境 其实这种安排已经是运作多年 甚至在2013年 更加 出台了进一步的规范措施 而依据海关总署公告在2013年 第61号的公告 黑龙江省经俄罗斯口岸跨境运输到上海宁波 王报说的 内贸货物 应优先使用中国籍的 国际航行船舶承运 在无中国籍的国际航舶 满足运输需求的情况下 经交通运输部备案之后 亦允许使用外国国籍的国际航航舶承运 今次的事件就只是将可以通过 俄罗斯港口的中转运输 自东南沿海省份 由黑龙江扩大至吉兰 而入境口岸就从原有上海宁波 王报三个港口再生争多两个港口 仅此而已 这一则这么普通的 海关所公告的消息 就描绘成 我海深威回归中国 很多人的创作力量和幻想 真是客厉一跳 只不过是一次内部物流的权限轻微调整 这一点完全是属于 中国的内政更加是 跟俄罗斯无关 因为俄罗斯一向 都是有 将这个港口提供给 你们中国省份 作为货物出口的其中一个渠道 所以 人们说 说到海深威要回归中国这么夸张 我认为 这种操作 是 明显的 误道 不单是这样 有人还说到 东北 事隔163年 就再次 获得 出海口 喂 这种说法 其实就不对 因为在东北来说 大连旅信 都是出海口 但是 大连港在2022年的 货贵吞吐量 就已经超过 327万 货贵 同一时期 海深威的货贵吞吐量 只得 100万 都不及大连的三分之一 而且 大连是一个全年无忧的 不动港 海深威 有一年里面 4个月 是 结兵的 所以 将海深威 说成是 东北 出海口 这种说法 又是 不准确的 好了 就算海深威 真是 成为 所谓的 东北 出海口 但其实 2007年 就已经 有这种安排 但为什么有人 还要说到 163年 那么夸张 这些消息 被不同的 网民 无限创作 还说到 好像 中国已经收回海深威一样 有些 还说到 可以从海深威 直通日本海 就说从海深威港口 去到日本 行程不用一个小时 喂 这些这样的创作 很多人 拿去转发 我见到 都觉得 拗了头 有人更加说 以后 东北的货物 可以透过海深威港口 直接就 输出到 韩国 甚至日本 但是 一向以来 这些外贸港口 就真的要看看 大连青岛这些地方 可能有些人 实在太喜欢 在这些 细节里面 凭空捏造 说到 中国好像很威武 再加上 大量的 网民 以及媒体 炒作 导致 这个 这么大的 误会 在社交媒体上 不停转载 但是大家真的要 较为理性地去 阅读一些文章 应该要保持 实事求是 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起去跟风炒作 将自己 堕落到 好像 部分 西方媒体一样 我认为 对中国的 网络生态 只有 百害 无一利 正如我较早前就说到 这种利用海深威港口作内贸的安排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实施 海深威港口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俄罗斯手上 而内贸的货物经过海深威 或多或少 俄罗斯都要 从这些 货运里面 抽一抽水 有部分的钱 也是被俄罗斯赚走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家真的要醒一醒 特别留意一下 要特别注意 题目太过夸张的文章 不要那么轻易就信以为真 多点参考一下 可靠的 传媒内容 早点转发来自社交媒体上的文章 要做到实事求是 这样才是 正确的 是不是 我们不能够不停地活在谎言之中 在谎言上获得胜利 这些都是虚妄的 活在谎言的胜利 也就是反映出 在现实上的失败 而对于这种这样的炒作 内地的社交媒体 我认为 有时都真的要 整顿一下 太多的炒作 很无谓 令到很多人 很无知 而且 某个程度上 也都影响着 社会的 所以我就藉着 今节 和大家 澄清一下 这一宗 其实就是内地社交媒体 所制造的 一次 大型的 标题党的事 事件 所以大家 不可不察 好了 关于这节的话题 今次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再见 请不吝点赞 bei